Hello 各位好,又回到Pokemon的Guy露寶石5 上次說到應該是打這個四天王 非常難打,但我們都成功打贏到到現在龍系天王 來吧,我們來看看最後一個天王,究竟要打多久 後勤人員,精靈已回復,攜帶道具已正常 歡迎你 在流離市發生的一切做得很好,戰勝了邪惡 被你獨自的左手好像有點不公平,通過你和你的精靈努力,克服重重困難 訓練師通過給予精靈道具來培養他們,教他們戰鬥所需的技能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都可以學到東西 這裡就好像和你一樣的對手戰鬥來檢驗自己努力成果最好的地方 也就是考試 現在,誰可以跟自己的精靈在風雨笑到最後 展示給我看 來吧,米可利 好,來吧,閃電場地再加這個落雨 有這個電的場地,我們直接用電電加速打這隻 他應該會馬上用保護 但我們都照打吧,因為我們大概知道他會用什麼 他不能不保 我又忘記了B招牆,反射牆好像是物攻 我們最主要要防的應該是物攻,因為巨小怪應該是物攻 沒有防的,地震,OK 好 他放地震的話我們用一隻 崩拉好像不行 李魚龍呢,李魚龍好像比較好 我可以用卡牆命命嗎 卡牆命命嗎 我雖然70咧,但我覺得我未必能快 不要緊的,我們可以試一下,我們直接用龍武吧 龍武光場 水流獵破 閃電,沒有啦,頂不住 他2Z閃電又打不到 嗯 龍頭地鼠呢 看鬼會不會icia 他珊貓 所以你的事實就是 沒什麼판牆衝 只能示身 為身侧 發套 和牆壁 手 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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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照地震? 照地震再加神空力 黑門不要 嘩!他還有這麼多隻蟲 為什麼他好像有這麼多隻蟲一樣 他還有兩隻蟲很難打 我們成功打不贏了 第一回合已經 我們先練加速 然後這裡反射場 這次他守護了 這麼古怪? 直接斑格拉打 我覺得直接斑格拉好像未必能打贏那隻龍頭 即是巨招怪 這麼古怪 反射場 他竟然有守護 嗯 我覺得這裡贏不了 你叫龍 龍武光牆 水流煙 暴風 OK 這裡再龍武 然後欺渣 急速折返 燒傷 魁納斯 燒傷 魁納斯 燒傷 其實也不厲害 反射場 反射場 照到你巨招怪應該會用水蜜弓的技能 反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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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入到個射場 射場 射場 射能打 射場 射場 絲龍武光牆 馬上出生 熱水,我可以的,黑木波打巨角怪,岩斌 黑木不要,熱水,這裡沒問題 之後我們用地鼠出場 嗯,堅果,草鋼啊 用水打,用水打其實也可以的 這裡有地震,雪碟,地震 OK,他有技能,嘩,還有這樣的螺絲荷龍 鑽蝦? 四天之後再用 沒有技能 沒有技能 超能力,超能力 水炮,不行 紅頭地鼠用地震 地震 哎呀,沒事沒事 搞定,米可力 冠軍被打敗了,還挺快 真是精彩,這麼優秀 你一個偉大的訓練家 你所選擇參加戰鬥的精靈,有時他們輕柔如風,順满如閃電 你指揮你的精靈是多麼輕鬆、穩健、優雅 甚至我都被你出色的表演迷惑度 你已經達到巔峰,現在宣佈你就是新的 給你幾條挑戰冠軍前的建議 過了中了,不會吧,已經完了 太快了,完了 說過你不用擔憂,好成功 當我聽到你打敗了你父親,我當時認為你已經有機會 想不到是為了冠軍,現在你的精靈可以成功100 看來你已經掌握到這個要決,但是從現在開始收集將會越來越困難 恭喜你進入這個最終的房間 新的冠軍,我要改口了,跟我進來吧 這裡開始之後,厲害的訓練家才能進去,你之後在外面等 說笑而已嘛 厲害的訓練家才能進去,好像你才能進去 通過了這個艱苦戰鬥,終於到達了這個房間 有記錄名字吧 想不到,很快,不過真的 他就是衰在剛剛 剛剛他好像有點訓練家的失誤 他最後那一刻不像AI 最後那一刻 為什麼呢,就是 他換一隻海鷗出來打算改天氣 但我Mega進化了,改變了這個沙布 改回沙布的天氣 所以呢,他的巨招怪就發揮不到他的作用了 OK 嘩,好儲啊這隊 超級OU隊 OU陣營這一隊 不過甲殼忍蛙真的比較沒什麼用 老實說,但沒辦法 甲殼忍蛙始終技能不齊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如果你要難度弄得這麼高 其實你是連不切重 那些技能也收集不切 所以其實是一定會有缺陷的,沒辦法 尤其是甲殼忍蛙這些他需要 那些叫什麼急凍光線那些 尤其是搭拾射擊這些 好像不是他本身學到的 OK 這隊應該可以直接飛的 OK,我們又回到家了 好,這個時候應該已經是打完一周目了 那段時間沒有劍,好像強了 哈奇帶東西給你,搭船飛 這個好像... 啊,對,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藍色還是紅色 紅色就是拉底亞斯 藍色就是拉底歐斯 理論上如果是偏向... 特攻向應該是拉底歐斯 好一點 不過我們試試選紅色 紅色好像是特防高一點 如果沒有記錯 看看遲些有沒有機會抓來玩一下 雖然都很少機會了 有些什麼 風圓地區有其他地區的精靈 令我意識到這個自然環境豐富多彩 所以我本來要把你圖鑑成為全角 完成了 雖然你成為了冠軍 但是你的精靈之旅還未結束 這一條跟精靈同仁的路還未到盡頭 哇,一出來就被人抓住 打擾了我們國際刑警 要請問你是新任冠軍 又見面了 第一次見你已經飛給尋常 雖然你現在成為冠軍 但你已經被包圍了 麻煩協助調查吧 有這個究極之旅有密切的關係 我測試吧 我將FALL一同帶來 他有些話跟你說 Fail 傳聞你解決了超古代精靈災難真野 請跟我對戰一場拜託 60想打贏我 天真了吧 這隻我絕對不可以換白 這個時候 他一定會有什麼真氣彈 直接來電電加速 卡比獸 卡比獸 卡比獸又可以轉一轉 卡比獸 卡比獸其實是長毛巨魔 復古 反射壁 馬上打不進去 反射壁 反射壁 太神奇了 反射壁 太偶心了 我作劇之心這個特性 再加上反射壁這幾個技能 真的太無敵了 希澤 哈哈 希澤立即完結了 他的遊戲立即結束了 靈魂衝擊 夢妖,夢妖我們光場先,叫聲 這裡是海門幫阿拉,我覺得他應該沒有格鬥技 叫聲是什麼回事 你之後這些實力,難道馬努拉 馬努拉是格鬥技人,下踢,但我不認為他可以打死我一下 搞定 速度的性格還是改過,對,前輩不經遇到強敵,難免興奮 尼拉旁邊是前輩來自阿羅拉地區的蜜丹,支持到他,好像看過了 這個鑑易之洞,對風原地區的生態極大影響 新冠軍你的實力令人讚嘆,希望得到你的幫助 整個世界的命運,拜託了,否關我什麼事,請再考慮一下 不能回答否,不可以,不可以讓你做壞人 多謝你合作,只是說的是機密,去大人的私人島 看來沒事,多謝你積極的配合 我們都很擔心,要有什麼實力的時候要武力制 武力制,沒問題 必須遵從代號000萬單一切指示才來執勤 對不起,我們警員都是很尊敬你 當然啦,不說這些怎麼行 冠軍快起火來,全部追打你 這班人,他的島好像在這裡進去 唉 頂不小心進去,幸好我按了否 應該是在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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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坐優士的隧道可以去大部分的島 OK 是不是很厲害 而且印象中記得這個位置是有神獸 可以嗎 そうだ,據我所知呢 下個島呢,就是我上一隻 救野露寶石4 沒有玩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個救野露寶石 我也有玩過 我從第二代開始有玩 但是,三個沒有玩 二、四、五個我記得 但是還是難未收場 因為我玩完一周目之後覺得沒什麼玩 其實老實說 我是那些玩完一周目覺得沒什麼玩 不知道這隻是不是 好像也不是這隻很多東西玩 據我印象中記得 這些神獸其實都可以捉 還是不捉他 算了有空才捉 因為太麻煩了 我怕要捉很久 超鐵暴龍 超鐵暴龍是我都很想用 很想用得他很厲害的一隻精靈 因為他本身也很厲害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他太大弱點 我想打主線應該不會有人用這一隻 尤其是他這麼慢 怎樣走的 這裡是小貓王 到達了到達了 但是不是到達了 立刻到達了 是不是這裡 你好大瓦和國際營業 一直等著你進席 你終於來了 我們現在進行究極動員的對策 沒什麼特別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我講那麼久了 我們看一看基本的東西 多虧大瓦給我們私人的地方 我可以恭喜你成為冠軍 我得知道究極之毒的一些影響 遺留在這個風原地區 生態已經受到嚴重的影響 已經聯合了各個地區的聯盟 一起調查究極動員 在這個動員中 調查充滿了危險 所以召集了巨大的戰力 一起協助調查 此後這個地方將會作為重要的舉點 交換資訊 接著說是由前營警、麥丹和穿越者 那裡就是穿越者 原來 嗯 究極之洞的本體 相信各位都不未了解 根據我們調查和推測 是一個通道來的平行時空 甚至可以穿越到其他地方 可以去到異世界 至今這位調查院 仍然在尋找回歸我們世界和時空的道路 嗯 指派了不少究極之洞的調查院去調查 大大部分穿越者因為實力不足 所以被襲擊 那些稱之為究極二獸 即是UB那些 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易穿越 那座磁場混亂對一般人會造成老婆的損傷 不少探員已經相逐出現異狀 可能同伴穿越了究極動員 出來之後抵達的根本不是我原本所在 我所在是發生了究極之洞大量開放的事件 如是作為調查官活躍 但在調查時發生了意外 一隻巨大黑色的究極二獸襲擊了我 之後就沒有了記憶 當我寫回已經在這個陌生的地方 即是說其實它原本應該是第二個時代 但是呢 因為發生了一些錯亂 不小心離到這裡 不小心離到這個地方 OK 嗯 平時的工作很輕鬆 就是守護這個阿羅拉的阿羅拉島 直至三個月前卡布突然很緊張 一隻巨大的黑色精靈出現在阿羅拉的空中 這個應該是惡食大王吧 我不知道又不是黑色的話 我寫回後跟麥丹先生說一說 之後呢 國際刑警組織成立了調查組 我們一方面還可以調查這個黑色的東西 另一方面聽說風原地區出現大量的究極之洞 所以我就趕來這個調查 格拉格歐 是我們在這裡遇到的阿羅拉人 他還是這個以太基金會的兒子 由於以太基金會曾經致力研究 所以德文公司也聯絡了以太基金會請求支援 也一直努力地調查究極之洞 好 霍之旗 誰是霍之旗 知霍旗 不知道 關於火箭中心的報告已經寄在你的研究室 什麼啊 你開的妹妹,不好意思啊 快點去研究室 抱歉,今天的會結束 隨時再打你 解散 想不到你成為了真正的顧軍 有什麼事在這裡調查 好,完 你等等 想不到你竟然成為了顧軍 當我初次見面感到你是強者的形象 接下我們一起調查究極之洞 等平息之後會向你挑戰 不過當時必須先解決究極之洞的事 但這幾天我都聯絡不到以太基金會 不知道怎樣 對我們阿羅拉地區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們都要必須調查究極之洞 盡快找回阿羅拉的神 阿羅拉的四字應該到處走 不知道他那邊 嗯?領航員 滿衝? 誰是滿衝? 第二手是火岩隊的襲擊 滿衝是哪一位 我覺得很麻煩的地方就是這個位置 他不可以傳送 無限船票 探索未知的大陸 對,我覺得很煩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 這些好像是100L 88L這些 之前我只是打過一次 嘩,神經病 很難打 精神 精神的 一來就用這麼厲害的重 我看看是否要贏 這個 面對強 大家一定要 打爆 月爆 OK,頂得順 一招月爆都中 這隻好像是怕鋼 怕毒 我沒有的,真的兩招都沒有 先給魚龍 龍武 阿布布 番格拉 番格拉 番格拉死了 因為要精鞋 咦,頂得順 但這裡沒有我打不贏 他太高了 80幾 80幾 走走走這裏 是否可以飛 唉可以 那我就OK 我以前就是 不知為何找不到龍飛 好我們到處乘 船隻暫時未航行 他再給船飛我們有什麼用 剛才有人說被火岩隊的人襲擊 這裡?我就是這個嗎?是不是之前 我這個就是之前那個拉魯拉斯的訓練家 快點救我 火岩隊,又是你想阻礙我們組織的計劃 不是失敗了嗎?他們的計劃 53,這隻也應該打贏 A炸 把你的手橫給我 任務失敗無法拿走撤退 感謝你,火岩隊突然襲擊我 還說要搶周圍的Mega手橫 幸好到處沒有波合 我繼續去修衡,下次見不認真 有些事發生,請你迅速來到德文公司 事關到這個風源的命運 真的忙,成為了冠軍要到處飛來飛去 早知不成為冠軍 突然之間要處理很多工務 不知道做什麼 這裡可以飛了,OK 非常好 嗯 但是在去之前其實我想看看我這張飛有什麼用 是不是可以在這裡玩 水淨市 要去 祝過你成為冠軍 這個就是一開始說我們不成功的 在找天才訓練家的人 這傢伙 要開拓他 去2號倉休息 這裡 到達水淨市 船飛有什麼用 去南部孤島的船票 這個去不去到 我認出一個人說可以幫到你,請稍等 什麼 年輕人,你有這個古代地圖 這個路線是完整,但我很怕會救不住幫你 接著他在我陰陰搞什麼 對不起,你來到這裡向我尋求幫助 但我們趕你就好 好,讓我先搞清楚一件事 我們將走向正確的航向 讓我們去找古代海途上的小島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神獸的地方 是不是夢夢的家 好像是夢夢的家 對,這個是夢夢的家 我們不要打擾他 快去城市 抓神獸 我真的很少抓你 好啦 接著我們現在 嘩 聽說你真的強 一直有討論的B才是最強 當我聽說你的時候 我就準備做你Bank 見到你跟其他強大的訓練家打 我就覺得 見到你的戰鬥應戰 讓大家了解到你有多強大 就是這樣 我們支持你 是本人和握手 但不要優秀 這裏是開大午的會 嘩 下面這一班就是我的粉絲 上面這一班是大午的粉絲 隔開了 他還說大午才是最強的人 當我跟大午打完之後我就是最強的人 對 好 那我們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之後再來就是二周部的劇情 我相信應該都會玩下去 因為 始終 老實說 《救命寶石》不真是最後一代 是時候要畫個終結 畫個句號在這個遊戲裡面 好啦,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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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